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试试哪一些攻击 在资通安全法的定义里面 所谓的攻击它可能有三种 一种是所谓的泄密 就是我们有一些机密性的东西 但是它攻击过来 机密性的东西就被拿走了 那另外一种是完整性 就好比像说我们这个系统里面 本来是储存这些数字 它进来就要篡改成什么别的数字 虽然它没有把东西拿走 但是就破坏掉它的完整性 那当然在最极端的情况 把整个硬碟加密起来 然后跟你勒书这个也算 那第三个就是可用性 就是本来网站连得到的 但是它就不断的好像打电话战线这样子 DDoS这个名字叫做分散式阻断攻击 然后结果你的服务人家就连不到了 网站就看起来好像很慢一直在转 这个是对可用性的攻击 所以机密 完整 可用 是三种不同的可以被攻击的表面 所以像最近近年来 因为在网路上其实有很多的数据啦 包括之前立委也有说 我们大概每天遭受2000万次的网路攻击 然后在Cloudflare他们上面也有发布说 去年第四季的时候 攻击就是你刚刚讲的DDoS 这个攻击增加了30倍 那我想问就是说 这一些数字啊 有一直在往上的一个趋势吗 针对毕竟现在也是选后了 我们现在可以讲一下 在选前的时候 这样子的数量有没有更增加了 其实DDoS的攻击 是最容易看到这个趋势的变化 不管是在就是我们刚成立的时候 当时就是在Pelosi一张来台的那一阵子 那那时候有曾经有一整天 它的攻击量是比之前的最高峰还要多23倍 那这个意思就是说它用非常非常多的不同的 好像机器人一直在连同一个网站 试图让它能够连不到 那当然在一些重大事件 比方说之前蔡总统出发美国啊 等等的时候 我们都会看到这种DDoS的攻击 当然选前也不例外 不过我们也因为知道会有这样子的攻击 所以我们早就已经采用了所谓的CDN 就是说不是把资料放在一台网路上 而是说非常非常多不同的网路的不同的电脑上 那你连到的时候呢 好像这个电话它有很多分机 所以说呢你这边站线了 它就换到另外一台电话 那甚至我们有用所谓的星际档案系统 就是如果你是志愿者 你也可以透过一个叫IPFS的系统 主动来帮我们备份 那这样全世界几十万台电脑都有我们的备份 这个攻击方就没有办法取得 瘫痪掉网路的这个效果 算是说让它的攻击成本增加的概念嘛 对 因为在以前呢 就是因为防守防 你如果要一直都去挡住那个最大的流量的话 你要投入很多防守的成本 但是攻击方呢 你只要让它好比像说在开票的过程里面 就算只是十分钟连不到 那已经可以造成很大的恐慌 所以说攻击方需要投入的成本是比较低的 在以前 但现在因为透过这种分散式的方法来做流量的清洗跟消化 所以平常本来没有什么流量的时候 因为按量计费嘛 那我们也不用投入那么多的成本 所以就是它投入多少成本 我们再付出一点点相应的成本 但是还是比它少 那这样就是不对称作战变成对 防守防有力了 所以在这一次在整个选举期间 我们有一个资安的警戒专案啊 那其实可以看得出来 比去年同样的这个时候 它这个攻击造成的这个可能的资安事件啊 或者是网站变慢啊等等 都没有达成这个战果 嗯 你了解 我想问一下就是说 过去我们常常有一些 包括立委啊 包括有些各种数字 就是说每天 台湾面对的攻击的次数到底是怎么样 但是我好奇说这个次数 对我们资安单位来讲 是不是其实是不可以透露的一种数字 我们要避免一些什么事情 是 当然 应该这样讲 当然我们可以用一个概略化的方式来讲 好比像说之前 国安会这个顾民署长 也有提到说 光以这个公部门的网络来讲 每天就有上百万次的 这个试探式的攻击 但是这个跟所谓的资安事件是不一样的 绝大部分99.99%的 这些试探攻击并没有成功 所以因此也就没有变成资安事件 所以我们自己在这边控管的 比较是说 他有发现这个情资 说他有取得可能一定程度的战果 他搜集到了一些资讯 他成功取得了某个主机的控制权 或他真的让哪个网站瘫痪了 那这个是我们资安事件通报的数量 这个是我们主要在算的 至于这个资安试探的这个次数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算法 好比像说 你透过同样的一个攻击修法 去试探这个网路上面一大堆网站 这个有些时候就会被算成一次 有些是你连线哪一个网站就算一次 那这样就会有上百万次跟数千万次 两个不同的数据会出来 了解 那在我们苏发布下面 资安院我们是不是其实有一个单位 专门是在做这样子的防守里面 我们可以说是外界可能没有办法想象 但是我们可以具体化说 可能是有一堆的工程师 很厉害的工程师 专门在防守这一些对外的攻击 那他们的这个角色到底是什么 他们每天要面对的是什么东西 当然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情资的通报 因为这个攻击的手法不一定来打工部门 有的时候是打民间 有的时候是打关键基础设施 有的时候打的是我们国际上的盟友 所以在资讯站上面 跟传统的这个工坊不一样的是说 传统你地缘上面比较近的 那你当然先打到这个 再打到它的邻国 再到它的邻国 如果是半个地球那么远的话 大概下一秒是还打不到 但是在网络世界不是这样 只要大家用的系统是同样的作业系统 那这样我这边被打到了 半个地球远的地方 它下一秒也就被打到了 那尤其是现在很多是用AI 来自动驱动的这种攻击 它是无差别的 就是你只要这个系统有漏洞 它一下子就试 全世界可能有这样子漏洞的系统 所以当我们接收到 就是可能国外联防的这个情资的时候 怎么样快速地知道说 真的有这个漏洞 还没有达到我们 我们要争取时效 在接下来一小时之内 24小时之内 就去进行修补 进行更正等等 这个是资源很核心的一个工作 那里面就包含上市上位公司 民间的这种同胞 TW3CC的部分 以及我们自己在公部门里面 包含关键基础设施 N30的部分 了解 那部长可以跟我们简单举例一下 因为一般民众可能会觉得说 资安攻击 感觉距离不是像我那么近的感觉 但你可以跟我们讲一下 就是说比如说 一旦有网路攻击 好 骇客入侵之后 比如说你刚刚讲的基础建设 我们可以简单举例说 比如说他攻击到哪一个基础设施 那对于民众来讲 严重的话可能会造成什么样子的后果 这是很好的问题 举例来说 像我刚刚提到的 就是佩洛斯议长来台的前后 我们就可以看到篡改的形式的攻击 就是像当时 不管是台北车站外面的 我从来 我想举具体的例子的话 像佩洛斯议长来台那个时候 他就有篡改的攻击 好比像说台铁 有一些车站外面的这个广告刊版 就变成了一个 好像仇视佩洛斯的这样一个讯息 同样的讯息也在像便利商店啊 等等可以看得到 那这样子造成的效果 当然就是可能会觉得人心惶惶 可能觉得说 是不是整个铁路系统都被渗透进去了等等 虽然其实他只是广告刊版 但是他就会放大这样子谣言嘛 这样子的力量这一个 那然后新闻记者 如果要去查证的时候 连到部会的网站 发现连不到了 那这样子的话 同样的就是谣言就会开始扩散 变成说没有一个及时的讯息 去澄清 那甚至就是他们瘫痪网站的时候 有时候也会针对一些 比如说比较有公信力的新闻的网站 那如果有公信力新闻的网站被阻断 那这样子的话 当然就是大部分人就会人心惶惶 甚至如果他被篡改 那这样子的话就更严重了 因为就可以去把一些 完全没有发生的事情 透过有公信力的这种新闻管道 把它传播出去 所以我想这些都是大家在 像PLC来台前后 有感觉到一些事情 那在那个之后 数位不成立了之后 我们就是透过像 零信任网路等等的一些 先进的方式 透过联防的方法 让以后这种状况 比较不会发生 了解 那另外想针对就是有关 基础设施的部分 我们也想知道 比如说攻击一些水库啊 或者是一些像是医院等等之类的 那个会造成什么样子的后果吗 是 我想关键基础设施 它是整个社会 就是维系运作最重要的事情 所以不管是您刚刚提到的 好比像说 如果停止水的供应 那它不但对民心试气 而且事实上对所有需要用到水的产业 就会造成非常大的影响 又或者说 如果它攻击这个能源设施 造成断电 那同样的这个断了 可能一个小时两个小时 它那个经济的后果 跟社会的后果就非常大 这也是为什么 我们这个工业控制系统 OT系统 在这些关键基础设施领域里面 是我们现在非常着力 不只是我们自己去加强它的防护 我们也跟友好国家 去举办这种跨国的攻防 叫做Code的这样子一个演练 那我们就是请台湾的队伍 扮演这个蓝队 它是实际上在这些关键基础设施 进行防御的那组人 然后我们就请国外的这些攻击手 就是发动总攻击 那这样子 他们好像健康检查一样 找到了这些漏洞 才能够及时修补 而且以后如果真的发生事情 这些跨国的团队 才可以彼此之间 把情资最有效的传递 了解 好 那我想再问就是说 像是这样子的一个单位 因为我知道我们的这个资安人才 其实很需要 那我们也持续在培养当中 但是这个人才的培养 对于书发部来说 是不是一个很大的成本 我想我们公务体系里面 也有很多朋友 他本来可能不一定是资讯的直系 但是他对于帮忙防守是非常有兴趣 所以我们在接下来两年 我们就规划在工部门里面 自己就培训可能一千人 或甚至更多 去转这个直系 到能够去进行资讯处理 跟资安工房 而且我们也跟考试员合作 接下来就会有资安类科 那所以在考试的时候呢 就会跟资讯人员呢 他的考科会分别开来 所以你可以说 我一开始考进工部门 我就是想当资安工房的这个人员 而不是只是设计资讯系统架构而已 那另外一个 我觉得也很重要的 就是要求各个部会 在他提这个长城计划的时候 去把一定的比率的经费 放到这个资安上面 那所以目前平均 大概是接近7%左右 所以各个机关将加起来 就投入了每年大概80几亿元 83亿元 在这样子资安相关的建设上 那这样子的话 因为有了这个预算 所以他的这个承包商等等 我们透过这个采购的 这个契约范本的加强 就可以说 那我既然都给了钱了 我就要要求到一定的程度 那无形之中也创造这些资安人才 他的就业机会 跟实际工坊的演练的机会 那我好奇啊 就是说进到了你们这个部门当中 因为毕竟他是为国家来做事情 会不会很多的企业 他们其实来挖圈的人才 也挖得很厉害 有这样子的过程吗 还是 当然因为要在我们这边服务 要经过一些背景的这些查核 所以呢 你成功来我们这边认职 无形之中是对你的 人品的一个肯定嘛 那这个时候 那企业发现说 这个人曾经在资安医院或资安署 来认职过 那当然就可能就加一万 加两万把它挖走 这个是当然有的 那所以也因此我们现在在资安院里面也有规划 就是好比像说类似的 像金融啊 或者是电信啊 这种也很需要资安防御 他们也一直在就是加薪嘛 那所以当他们这边进行调整 这个薪资急剧有调整的时候 那我们在资安院这边也会去每年检讨 去做相应的调整 所以不会只是流出啦 也有流入的部分 哦 了解 OK 好那另外想问说啊 就是因为最近大家会觉得说 呃 呃 有资 各自外泄的问题啊 身份证啊等等的 所以 呃 对民众比较近的 大概可能会是这个 感受度的问题 是 但想问一下就是 竹发部针对这个部分 对 有做了哪一些东西 其实是 会让民众 嗯 未来会比较有感的东西 是 呃 我想 呃 就是所谓的钓鱼啊 就是骗取个资 这个是 不管是诈骗集团啊 还是资安要发动攻击 呃 之前所谓的社交工程 这个都是第一步嘛 因为一旦取得了你的个资 他下一步 就比较容易取信于你 取信于你之后 你不管点开附件啊 点开简讯 也连结啊 对不对 你如果就收到一个简讯 里面就是看起来是罐头讯息 谁也不会去点的 但里面如果讲得很清楚说 呃 你是这个 呃 住在哪里 几月几号 呃 水费多少 电费多少 请按这里缴付 而且讲的都若和福洁 呃 这样说不定就按下去 对不对 所以这件事情是最重要 那我们现在呢 呃 台雪也好 台电也好 或者其他政府机关 现在送这类简讯给你的时候 都会用111 这个号码 那意思就是说 即使你看起来那个内容 唯妙唯笑 呃 说要缴水费了 电费了 但是他不是从111来的 而是从09什么来的 或者是加87什么来的 那这样你就看都不用看 就就挡掉就是了 所以这样子的好处 同样的 就是他是非对称的 对防守防有力 我们不是说 啊 每个新的太阳出来 我们就再去教育民众 说哎 现在这种缴水费 简讯在流行 缴水费 这个简讯在流行 而是说我们就是任意 啊不是短码的 那就是假的嘛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不用一直投入 额外的这种防御的 一个一个 好像各个急迫 这样子的预算 这个东西你们从 大概去年的时候 开始上路嘛 对不对 你们有 大概有统计嘛 或者是说 大概几成 就是说 比起还没有上路的时候 高峰期 那跟现在来比的话 这个成效怎么样子 对我们去年就已经有 大概两百多万封简讯 用这个一系统来送 那我们今年开始 已经上了 所谓的共同供应契约 所以任何的机关 包含台水台电 它只要透过 共同供应契约 它就可以很容易的 切换到这套新的系统 那因为一月才上 共同供应契约 所以我们还没有到月底 还没有进行统计 但是应该很快 回来统计 OK 那另外一次 我之前有看到 你有讲过 所谓的数位韧性 这件事情 就是说这对于 所有的公民来说 是不是也是必须要 去算是教育 或者说提醒他们的 这个是要怎么达到的 对 有一些很基本的 就是好比像说 如果这个作业系统 有安全性更新 不要一直拖着不更新 只要尽快来更新 这最基本的 又或者是说 大概很多人 现在都有做 备份的习惯 但是如果你备份 只备份在一个地方 好比像说云端等等 那这样子的话 如果那个地方 也被攻下了 或怎么样 你就变成没有备份了 所以我们常常是推荐说 至少要有两个 不同的备份 可能像我自己 是一个备份在 这个实体的磁碟里面 然后另外一个是备份 在我自己控制的 云端的电脑上 那因为这两个是异地 所以就不可能同时 不太可能同时坏掉 那这个时候 就是勒索病毒啊 等等的种攻击 就变成没有什么意义 因为就算你中了 勒索病毒 你就从上一个备份 还原就好了 那是没有这个习惯的人 才很容易说 我中了勒索病毒 好像非复赎金 这个时候 就会增加自己的风险 了解 好 那我想再问一个 就是所谓的 骇客潜伏这件事情 就是之前 这是警政署的 资讯室的主任林建龙 他说 现在我们台湾 遇到很多大部分的 资安问题 是所谓的骇客潜伏 这个事情可以 跟我们简单说一下吗 骇客潜伏 潜伏 就是他本来 就已经掌控了一些系统 只是他没有被发现 是这个意思吗 这个我们要怎么去抓 这个东西 好 OK 所谓的潜伏的意思 就是说他已经取得 你的某些电脑的控制权了 但是他什么都不做 也不让你发现 那等到有一个高价值目标 出现的时候 他才发动 那这个通常是什么呢 是你在两个以上的系统 好比想说 用了相同的密码 那你 这个密码在这边被攻下了 他就可以去试 就知道说 你另外一个系统 用同样的账号密码 也就可以登入了 那但是呢 他不急得去攻击 因为他在等这个 高价值的目标出现 出现之后 他才发动攻击 所以这个中间 会有一段潜伏期 那我们要怎么解决 这个问题呢 其实就是要透过 零信任的这个方式 什么叫零信任 就是不只靠账号密码 像我自己在签公文 或者用数位部的系统的时候 其实已经完全没有密码了 我是用我的指纹 在我的手机上面 去进行认证 这是第一步 然后呢 又有另外一支程式 来确认说 我这个手机 没有被抽换掉 就是那个 任我指纹的程式 本身没有问题 这是第二步 就是这个 设备本身是OK的 第三个就是我的连线 就是说 就算是我的指头 也是我的设备 如果突然间 跑去了哪个国家 或什么 那可能是 就是我这个 连人带设备被绑架了 还是怎么样 对 所以就是说 对于他的 就是我们的生物特征 对于我们的设备的特征 还有我们连线的特征 这三道门 加起来 叫做零行人 所以就算 中间哪一道被打破了 那骇客也潜伏 在这道门里面了 但是他要发动攻击的时候 他就发现 他还是撞强 他被另外两道门 挡下来 那三道门 同时被打穿的几率 是非常低的 尤其是我们这三道门 用的是不同厂商的 系统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 我们这就叫做 Assume Breach 就是假设任何一道门 在任何时候 说不定都已经被打破了 只是我们还不知道 只是骇客在发动的时候 他就会发现说 他还是拿不到战果 因为被挡下来 了解 那我好奇 这套系统是未来在公部门 是的 都会使用 是的 还是现在只有 现在目前只有出发不利用 我们 当然我们自己 数位部跟我们两署 都已经采用了 那资安院 现在把我们采用的这种方法 零行人的网络架构 去做了这个设备 以及 就是生物认证 等等的这种验测 所以说 民间的任何厂商 也可以出来说 那我也可以认生物特征 等等 那资安院就会说 好那这些厂商 公部门都可以来采用 那所以我们自己 目前就是针对 全国的 有这个全国的 各资的这些 所谓的资安 A级机关 47个机关 那在今年年底前 他们就要把这些系统 导入这个零行人的设备 因为他们如果被入侵了 这个效果是最大的 对 全国性的各资 那但是 其他的B级机关 C级机关等等 并不是不做 同样的 类似我们一一简讯一样 我们这些 通过我们检测的 这些服务的厂商 也是放在 共同供应契约上 所以呢 B级机关 C级机关 也可以自己去购买 那随着时间过去 零行人这个做法 变成常态 大家都不会觉得说 我只靠账号密码 就应该可以 登入服务的话 那透过像 刚刚讲到 钓鱼简讯呢 或者是打电话 就是骗你 讲出密码 等等的这些问题呢 就可以大幅降低 为什么呢 因为你的指纹 没有办法 透过电话给出去 没有办法骗到你的指纹 这样 了解 所以我想问 因为就是 刚刚您讲的 这么多的东西 其实在 述法部 做一部成立之前 其实没有人 在特别用这个东西 对不对 那现在您 因为 之后也可能会面临到 改组的问题 如果说改组 新的隔壁 如果希望 严烂你继续在 述法部的话 您怎么看这件事情 我想资安就是国安 那我们的工作 很大一部分 就是在抵抗这种 新形态的 叫做灰色地带 的这种攻击 灰色地带 不是像传统的这种 就是你可以看到 有东西飞越 国界啊 什么之类的 而是说 有的时候你就发现 不知道为什么 海岸就断掉了 然后那个 把它弄断的 渔船也好 货船也好 也说 我不是故意的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就不是像传统上面说 好像一定是 谁发动战争 怎么接战的问题 而是说 发生这种状况的时候 你怎么样把那个损害 减到最低 好比像说 海岸如果都被割断了 现在微波就可以接上 卫星就可以接上 我们确保说 今年低轨卫星 可以去覆盖全台 那这样子 这种通讯的任性 就可以获得确保 所以我想最重要的 还是说 大家要有这种 平时的这些投资 其实是防患于未然 比起你实际 受到攻击的时候 再来那边修补 那这个灾害 损害就大了 那这个概念 这种公共建设的概念 把它确认的话 那我觉得接下来 我想无论这个数位部 接下来是谁来担任部长 那我觉得这个 都是正确的方向 所以如果邀请你的话 你是会希望可以继续 因为现在是礼拜三 那我们礼拜四 就要提出总词 礼拜四总词之后 这个是不是还 这个要签下一张 这个任命书 我还没有接到讯息 OK 好 希望你可以继续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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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